花十七万三落地提了奇瑞瑞虎九两驱尊贵版五座 跑一趟360公里高速才知道差距有多大 外观大气稳重 定位中型SUV 车身长度4米82 走距长度2米82 上高速时速度达到120公里时速时 油门踏板直踩到了三分之一 发动机转速是1800到1900转 不到两线转 发动机非常有后劲 而且声音很小 感觉动力用不完源源不断 车内的隔音控制的非常优秀 比丰田的荣放本田的CRV好很多很多 有一段距离车数达到了140公里 车内仍然四平八稳 底牌表现的特别好 变速箱起步也不会有顿挫很平顺那种 这个轻车质感可以达到一个30万级别车子的一个水平 非常满意 高速油耗表显是7个多不到8个 真的是很难想象这是一台国产的奇瑞车吧 这个质感做的是非常优秀非常好 很到位